大林圣男会不会娶一个二婚女做妻子 听三个男人的内心 大林圣女和大林圣男这两个词语 我们经常可以从生活中听到 特别是在中年妇女这样人中 因为这样的人他们一天到晚没什么正事 就喜欢聚在一起聊家常 或者是聊八卦 对于这些家庭的八卦 这些女人也是聊得最多的 随随家的儿子三十多岁了 又还没有娶媳妇呀 或者是随随家的姑娘 都成老姑娘了 却还没有找到婆家之类的 不过对于现如今这个社会来说 大林圣男也是很多 就我们那里好多男人都是单身 我也不知道是他们不愿意结婚呢 还是找不到愿意和他们结婚的那个人 还是说是自己本身太挑剔 挑来挑去年纪太大 年纪大了一般的小姑娘又看不上了 那么大林圣男会不会娶一个二婚女做妻子 三个男人的内心化 吴先生35岁结婚半年 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家比较穷 那时候也有没人给我介绍过对象 不过人家得知我的家庭状况之后都拒绝了 或许是有了几次失败的相亲经历之后 我也就不考虑这些 这些年一直在外面打工 后来在工作中我遇到了妻子 就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 也就是二婚女了 其实在我心里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介意的 但是别人都劝我说 一把年纪了 自己又没有什么大的本事 就不要太挑剔了 有个适合的就差不多了 妻子虽然结过婚 但是没有孩子 我觉得现在结婚了也挺好的 毕竟结婚了就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张先生34岁 单身不会 二婚女会一直和之前的婆家有牵扯 对于我来说 我是不会和二婚女结婚的 因为我自己都是投婚 我为什么要娶一个二婚女呢 再说了 二婚女不一定能和之前的婆家断了 要是有孩子的话 就会一直有牵扯 说不定什么时候 还会给我戴绿帽子 这样的事情我是不会做的 我宁可和一个比我大一点点的女人结婚 也不会和一个二婚女结婚 李先生33岁 单身 这个问题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说 对于男人来说 都很介意自己的妻子 不是只属于自己 虽然现在能把第一次给自己的丈夫的女人 已经很少了 但是二婚女这个名声 听起来就很不好听的样子 我觉得这个问题 还是要看两个人当事人吧 要是我很喜欢对方的话 对方又没有孩子的话 觉得我们结婚之后能够幸福的话 那么这样的二婚女 我也是能和她结婚的 要是有孩子的话 我就可能会更加慎重的考虑清楚 结语 大龄胜男会不会娶一个二婚女做妻子 三个男人的内心话 以上这三个男人的年纪 也都已经算得上是大龄胜男了 会不会娶二婚女做妻子 他们也是说出来自己的内心话 这结婚成家本来就是按照个人的意愿来的 不过要是两个人适合的话 这些外在条件也是可以不用考虑的 对方的男人的家费 就对了 不过要是两个人的女人的女人